Gucci最新的重磅广告 在肖战与保罗梅斯卡尔的合作下 以其70岁的生日为主题 将重点放在了该公司的一款名为Hospit1953的鞋子上 而肖战身为该考的创意总监 也是首次以亚洲人的形象亮相 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而对于肖战他们也给予了极高的礼遇 甚至在肖战的作品中 还提到了肖战成为了电影和夜谈的热门人物 意外收获了一笔来自世界各地的Ed 从首饰到鞋子 肖战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 已经发布了多部国际系列电影 而在米兰举办的第二场发布会 也给所有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以及世界遗产博览会的官方网站 肖战在Gucci的福利绝对是最高级别的 从肖战的Gucci广告来看 肖战确实是亚洲代言人 这一点无庸置疑 肖战在全球的影响力 已经不仅仅是国内的事情了 距离肖战出席时尚周也有大半年的时间了 虽说现在肖战因为射雕英雄传 之侠之大者的拍摄时间比较长 可是人气依旧居高不下 半年前肖战作为Gucci的代言人 作为TOD的代言人参加了米兰时装争 他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被两场奢侈秀邀请的人 他一出场就穿上了这一身 坐在了总裁的右手边 半年前很多国外媒体对肖战的宣传 都是超级巨星 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亚洲明星身上之类的字眼 而肖战的名字已经在国外有72次了 从2月17日到2月27日 他在中国的各大社交网站上 一共赚了350万美金的EMV 时隔6个月 世界自然基金会对这一届的Gucci品牌进行了点评 保罗肖战 你为何要在两个最流行的偶像中二选一 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肖战是真的火了火了 最近肖战好像经常被人黑 之前还有圈内人透露 Gucci对肖战带来的产品销售不满 正在想着等合约期满 要不要和肖战继续合作 可是事实是什么 众所周知 肖战作为Gucci的国际形象大使 将这个时尚潮流演绎的淋漓尽致 而新的导演也是第一个 让肖战出现在荧幕上的亚洲男主角 可欠他们对他的重视 祝贺肖战再次在国际上露脸 祝他事业更上一层楼